焦点访谈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 10月14号 本栏目以免费药的困惑为题 报道了湖南省齐东县疾控中心 按照国家政策 在为结合病患者提供免费药品的同时 还另外开具护肝药 实施搭车超标准收费问题 节目播出之后 卫生部十分重视 当晚就择承湖南省卫生厅迅速调查处理 并在湖南全省各地开展自查 另外 今天下午卫生部还下发紧急通知 将湖南省的情况通报全国 重申国家免费政策 规范非结合免费诊疗服务 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将患者购买和使用保肝 及其他辅助药品 作为使用国家提供的免费抗结合药品的前提 而齐东县委县政府给我们发来的反馈是 已经对相关责任人做出了初步处理 同时责承县卫生局迅速调查 接受结合病免费治疗和搭售药物的再测人数 以及超政策标准收取的费用 超收取部分必须全额退还给患者 下面是今天的内容 在人们的印象当中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但今年农业秋冬种工作却是广受关注 其实秋冬种历来是来年农业生产的开始 关系到夏季粮油的收成 关系到全年粮食和农业生产的开局 前不久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部署 做好秋冬种工作 并公布了七大方面 15项含金量颇高的汇农政策 这些政策对广大农民朋友来说 就像是一场及时雨 在秋冬种工作部署的几天内 汇农政策在农民那里得到了积极响应 调动了他们的重量积极性 好把握政策理解政策才能更好的落实政策 为了让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农民朋友 更好的理解这样的一个政策 今天我们请到了农业部的两位司长 来给大家做前卫解读 介绍一下 这位是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 叶真勤欢迎您 这位是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副司长 张兴旺 欢迎二位 叶司长 这次出台的政策措施啊 有哪些是新增的 这次出台的政策当中啊 应该是我们在国家 在鼓励农民重量的方面呢 在补贴方面呢 因为力度是比较大的 这次国家厂务会议政策当中明确 继续对小麦实行全覆盖 继续对我们长江流域的油菜 和陕西河南部分地的油菜 使用补贴潜伏盖 还有要加大农机构置补贴的规模 尤其是呢 对明确对马铃属原种补贴 要加大规模 我们国家为了提高农民 终止小麦的积极性呢 提高了小麦的水滴水果价 不仅是明确 小麦对水果价每个品种提高了 每斤提高三分钱 同时还明确了 明年的这个稻谷 还有优质稻的距离售价水平 也要适当提高 那这个三分钱 对于农民朋友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太少了 2008年 小麦距离售价的水平 白小麦 由美金七毛二 提高到了七毛七 那么09年 进一步提高到了八毛七 提高了一毛钱 今年明确2010年 再提高三分钱 实际上这样比较下来 明年是美金白小麦九毛钱的 最低收购价 比2007年 已经提高了25% 这个幅度可是不小 粮质总产连续九年 位居全国第一的河南省 今年农业生产再度丰收 在河南省的第一产粮大县 华县 农民们得知 国家再次提高小麦 最低收购价的消息时 具体幅层的其他的